左媒CNN绝对是极左的 播出重磅的专访 大家知道这可不是直播节目 这不是 它是一个专访 看到没有 这种摄像头的这种拍摄方式 这就是当时采访严博士的这种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面对面的采访 是要剪辑的 而这种剪辑的背后 我们都知道 都是要经过评审 最后才可以播得出来的 这个左媒 播这个采访前疾控中心主任 这个人叫什么呢 就是这位叫罗伯特Redfield 大家如果 你看在2021年1月20号之前 2018年3月26号之前 在川普时代 他是CDC的主任 CDC主任 这个大家应该在去年的时候 经常跟川普总统一起 在白宫新闻发布会 他露脸的 这个采访的内容 极其 可以说是为什么对我们观众来说 可能咱们爆料革命路德社的观众来说 内容没啥 但是关键是CNN把它播出来 更重要的是CDC的主任 CNN特别强调 作为可以获取多方情报的前政府官员病毒学专家 这绝非他个人观点 CNN还专门指出 病毒武毒所长期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和实验 彭博社等其他左媒都进行了跟进 好 你看这个内容是这样 我的观点是我认为武汉的这种病毒最有可能来自于实验室 一些人不同意 没关系 科学家最终会找出答案 看到没有 众所周知 这是庞万银 这个病毒是中国的病 这个城市是中国的病毒研究中心 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 该研究所对蝙蝠冠状病毒进行了广泛实验 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对话极具异议 因为你是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 也是病毒爆发时的在任主任 然后中间啊 这个刚才是主任说 现在是庞万银 前疾控中心主任首次公开表示 他们认为这次病毒大流行 早在我们知道之前的几个月就开始了 该病毒不是起源海鲜市场 而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实验室 这仅是我 我的观点 但我是一名病毒专家 我一生都致力于病毒学研究 我不认为这个病毒从蝙蝠 偶然的传 偶尔的传到人身上 且当病毒传给人类的那一刻 就变成了可以人传人的 人类以知传人性最强的病毒之一 哪有这么巧 这就是我们119做节目 当时大家记不住 全世界啊 是吧 咱们第一个说出来 我们当时把原理都跟你说了 是119的早上 119的晚上 120的早上 120的晚上 每一系列的节目 我们当时 严博士给我培训三天啊 我就把这个原理告诉大家了 是吧 这个蝙蝠的病毒 不可能直接跳一道人 也绝对不可能一跳就变成 杀伤力这么大的 这就是为什么 119的节目 当时我们说五点 人传人 五个四个小时 钟南山不得不承认 大爆发 在62例 我们说大爆发 全世界只有62例 当年的SARS都不能叫大爆发 它只能叫社区爆发 是吧 我们说大爆发 你想想第三点 强变异 现在已经证实 哪个东西没证实 现在大爆发 全人类一个多亿 死了几百万人 第四点 中共隐藏 隐瞒疫情真相 美国也认定了 是不是 第五点 我们说来自中共军方实验室 中共军方实验室 就等待第五点 别人说 没有谁站出来认定 现在看到没有 CNN主动 CDC主任 当时的 他说我一生是病毒学家 是吧 我负责任说 这绝对来自 因为 根据我病毒学 说白了 我的专家 我天天炒菜 这个我们当时说 这个满汉全席 怎么可能是自然而然 就说白了 这个病毒所具备的各种 的不可能 就像满汉全席 怎么可能我天天炒菜炒了一辈子 你说这个菜是 这个自然而然来的 怎么可能 这就是 行内人都知道 业内人都懂 但是 谁敢站出来 严博士 当时站出来 这二八经 这救了多少人 大家想想 这帮五毛 这帮 中共养的五毛 还有 有些自干物 来攻击 严博士 攻击咱们爆料革命 攻击路德舍 真的是 八辈子良心都没了 别人 CDC主任 他自己说了 他有大量的情报 是吧 病毒学家 一辈子搞这玩意 今天 是不是 直接在CNN CNN之前 去年还攻击 严博士 现在也不得不站出来 因为 为什么 大家想想 因为这是事实 我们就是 为真不破 我们再继续 他怎么说 他通常病院体 从动物到人类 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才能演变出 高效的人际间 传播的性能 这就是我们 他就相当长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 说是大爆发 严博士 为什么在那时候 就判断是大爆发 因为他比对了 所有的序列 说这个世界上 没有这种可能 百分之百 一蛋白相似 然后这种情况下 居然 居然 说是来自自然 如果是自然的 他一定是要相当长 那一段 我记得 很清楚 1月19号 我说 为什么来自 中国军方 为什么会大爆发 我当然说了 我用那个棋盘 就是那个 叫啥 这个国王 那个粮食 是吧 第一个格子放一厘米 第二个格子放两厘米 我当时说了 如果是自然的病毒 他最多传播三到五次 他要和人 他和平相处 他就会正常的消化掉 但是只有 只有什么 只有这种中共的实验室的产品 他是武器类的 他才会至少 才会大爆发 看了序列 那绝对是武器 验证 这所有的业内人士都知道 任何自然的病毒 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才能演变出 高效的人际间 传染的性能 高效 所以我认为 言语自然的说法 在生物学角度上 是不成立的 你认为让这个病毒 变得更高效的过程 发生在实验室 是这样的吗 是的 比如说我在研究一种冠状病毒 大多数研究者在培训 培养病毒时 希望培养 处一代比一代更强的病毒 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以便进行更深层次的实验 更了解它 然后旁边的 这是谁 这都是 这个CNN绝对之前 反川普反的最厉害的 他说他是前疾控中心主任 当他说这仅是他个人观点时 看没有 作为前疾控中心主任 他看到东西 知道东西 大多数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他不仅仅是一身研究这个专家 他更曾是美国政府官员 能够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信息 他所谓的个人观点 有多少仅代表他个人的 非常同意 他可以直接接触到调查人员 我们派避了调查人员实地调查 去过许多国家 包括中国情报机构 也在收集情报 我们首次对病毒来源 获得一个总体的认识 包括他们当初都知道什么 什么时候 知道这些事 如何将线索拼接在一起 这些事